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十一年前就是六四的那个过程中 其实给全世界的震撼给台湾的震撼 就是其实当时都觉得说 当时其实有很多台湾的电脑公司已经到中国去了 六四1989 电脑公司已经去了 像有很多电脑公司 甚至他们还有拍到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相片 然后那时候去拉布条的人呢 还有台湾支持你 都还有台湾的电脑公司的这个同事去参加 因为那一年我大学毕业 所以后来我去那个科学园区的时候 电脑公司上班 那就有一些同事事实上就是 从那个北京回来 给我们看相片 那时他是到那边去行销 对那时候就有一些行销的这个工作了 对那时候当然中国大陆刚开发 刚开发 所以应该市场是有了 是 那所以其实很难忘那个过程 那时候整个因为那个荧幕 你知道那个电视是怎样 在中国的电视那段时间呢 时不时就拉黑 就是完全没有节目就只有黑幕 黑的 就是时不时就是黑的 全部是黑的 然后除了北京之外 其他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那一段的这个历史 让人很难忘记 那现在三十一年了 如果是当年死亡的人 如果重新投胎的话 现在也三十一岁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 中共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改变 那美国已经反省了 就是说 他从八九六四之后 事实上是谁去支持中国的老布希 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说 就是因为这样子嘛 所以呢 更不能放弃 必须要去支持他 希望他能够经济改革之后呢 就可以走上正常的国家 可是从头到尾 从来没有正常过 那李克强最近说了一句话 其实这几天 中国啊 对这句话一直在发笑 就是李克强似乎要 好像是 我们没有理由去履行 美中经贸协议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呢 还有六亿人口啊 他们的月收入 低于一千块人民币 连在这个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啊 连租房子都租不起 所以高伯士 您怎么看这个六四的时候 六四的时候您在台湾吗 在台湾 因为我来台湾了 没有没有 根本没有去 六四的时候是八九年 我在台湾 你在台湾 没有 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去过中国 我是差不多 九五九六年才开始有去中国 我是说你从美国回来了 从美国已经回来了 对 那个时候六四大家都在看电视啊对吧 六四那个悲惨的下场 大家都记忆犹行啊 我想这个没错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六四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开放嘛 那个经济开放等于在那个时候在过在这个之前 邓小平在采取自由经济这个开放经济之前 那个经济是完全控制的嘛 所以大家都都验的很穷嘛 这是国营企业都很穷 所以当你开放了之后那就花样就就很多了 你可以有私人企业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企业变成私人企业 你弄一部分 这个这个或者是这个国营企业有希望的 你把它出来组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个时候就就有贪污的现象嘛 对啊 人都为自己嘛 所以贪污现象 所以这个六四其实刚开始是反贪污 在他们的用词就是反贯导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反贯导 其实后来就是反贪污 但反贪污这个过程到最后演变成要真民主 要自由 变成这样子 所以三十一年前是中国的年轻人 希望走向自由 发制民主的一个社会 结果被它消灭掉了 那这个消灭掉了 当然他们认为是采取一个激烈的手段 也许杀一批人就可以维持三十年的反荣嘛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讲法 可是三十一年之后的今天是香港 香港回归等于中国 是允许人家五十年不变 保持它的这个自由 发制的制度不变 可是现在他要把它变成了共产的制度 变成了一个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法制的一个制度 所以现在变成 以前是他自己国家的这些年轻人 要争取这个自由民主 被他消灭掉了 现在是已经自由 已经民主的法制的一个香港 他硬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共产模式的一个制度 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它是硬做嘛 一定好 现在看起来是一定会成功了 就对他来讲一定会成功了 但对自由世界采取民主法制的这个世界 认为是个失败 所以他这种硬干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全世界 西方世界不只是美国反对 英国开始的时候 英国倒是没有那么积极了 现在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 因为这个当初是你确定的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是你代表的香港 给它一个五十年不变 结果改变了 你当然应该为香港发声了 而且其实过去很多年其实我也去过香港 参加他们六四的这个活动 我们通常是在维多利亚公园集合嘛 那今年是第一次呢 港府不准香港人举办六四的纪念的活动 所以现在这告诉你已经是一国一制了 对不对 这就是表示一国一制 因为在中国在89年以后出生的人 通通不知道有是天安门事件 你上网路去查你什么都知道 那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到美国六二 人家提出这些事情 他都一无所知 就知道这个控制这个消息 控制到滴水不漏 我们那时候在香港这个街头游行 有几次的经验 因为通常游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传单嘛 就是派给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 那我其实常常就是去观察这个游览车上面的中国人 或是在路边 因为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在香港街头 你以为说大家穿手打扮都一样看不出来 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那个一脸的这个目瞪的吼呆 大部分人其实是友善的 他当他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 他就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时候 他是好奇的 他站在旁边看 然后你给他传单的时候是会接过去的 你就看到他在旁边读这样子 其实他们是没听过 真的是没听过 然后是非常好奇的 那这次李克强说的这一句 其实打破了中国梦 就竟然有六亿的人 他们的月收入是不到一千块人民币 一千万人民币 大概就是一百多块美金 这个其实就是在贫穷线的水平 贫穷线的水平 那中国人的反应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官媒是完全无法反应 这个东西是透过现场的 直接的讲话传出来的 没有人有办法反应 没错啦 因为这个李克强 在他过去重振的时候 他讲过 他被访问的时候 他讲过几次 算是一个名言了 因为他说 他不相信这个公布的数字了 所以GDP成长多少 他也不相信GDP成长多少的 那个官方数字 而他相信的是 用电量有多少了 这个运输的有多少来衡量 但是这次显然 他是跟习近平开始对干了 所以他才会讲这个 其实他讲了两件事情 大家注意的是说 有六亿人生活一个月 就差不多是一千块钱的收入 这一千块钱的收入 你如果在刚才讲的 二线的这个城市里 租个房子都是发生问题的 那六亿人 但是他之前还讲了一句话 大家并没有评论 就是说他说 我们现在一般的人民GDP 是三万元 因为三万元的话 这个人民币 三万元的人民币 一个人就是一年三万元 那刚刚讲的 这个六亿人一千块钱 是一天才一万二 所以差很多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注意到 如果他讲的话 是真的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 无敌放石 像假新闻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 三万元的话 你如果出七的话 美金的话 换成美金 只有四千两百块美金啊 那就是他的人均GDP 四千两百万 可是你要知道 在今年 一月十七号 就是2020 一月十七号 他才公布出一个数字 说 我们的GDP 终于突破 人均一万美元 如果他现在 讲的那个三万美元 他顺口讲 也没有人反驳他 也没有人讲什么 对不对 显然 可能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就是他这个GDP 是吹出来的 简单 因为他只把 城市的人口 当他的中国人 农村人口 全部不列入计算 这当然不对 那我不知道 他到底怎么来的 但是他确实 讲了这句话 人均 那我们当然就是认为 是平均的 所有的 您记得吗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情 就是在2008 2009 国际金融海啸的时候 当时美国就要求过 就是说 要去平衡美中之间的 经贸的这个逆差 为什么 因为当时美国说 嘿 为了这件事情 美国失业人口有两百万 结果你记不记得 温家宝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 中国的失业人口有两亿人 这个是国际媒体 你到现在去搜索 都可以看到的数字 温家宝当时在2010年说 你才两百万 我有两亿的失业人口 我才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继续出操你美国 是刚刚好而已 跟今天李克强说的 中国有六亿人 每月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 这个其实是符合的 因为从2011年到现在 其实符合的 对 我就说他这个符合的 我当然讲 这个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 他贫富不均非常严重 对不对 以他来讲 三万块钱是人均的话 那你拿了一万二 有六亿人 这个也差很多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三万是人均的话 那以前公布的数字就是错误的 这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还没有仔细去分析这个事情 我认为中国造假是一向是四空间 因为你国外 没办法知道你人均多少 没办法知道你的GDP是多少 完全没有 就是你自己爆上来的 你自己爆上来得出的数字 那他一路吹过来 他要超音赶美 所以他的速度也是赶 但是这一次 李克强如果说 他说我们的人均GDP只有 他没有说只有 他那个时候说是三万的 三万表示说 那一万二的 有六亿人 这个很严重 但是他没想到三万 跟你以前公布的数字 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你以前讲2010年 你超过日本 是不是吹出来的 可能也是追出来的 因为你的数字一直在造假 对不对 你一直这样造假上来 所以你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事情 如果你再从另外一个数字 也是最近发生的 就是说有2%的人 拥有80%的财富 中国 对 在中国 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2%拥有80% 那98%的人拥有了 2 20%的财富 对不对 98% 20%的财富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以1亿的话 那你的80%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是1100多 跟你现在讲的1000块钱 差不多 但是这个是98%的人 那就是十几亿的人 对不对 所以 反正因为他的数字离谱得很 所以我觉得分析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至少显示出来 他是极端的平均 平负不均 那有钱人 那当然是极端有钱 你从他贪污的数字好了 不管是这一个 小小的公安局副局长 就是几千万的现金 那你这不要看更大的 都是几百亿的财物 所以这个国家 号称共产主义 其实走的结果是比资本主义 还要资本 这个平负不均还要严重 所以才有说 人大的 你把全面的人大的人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众议院 众议院跟参议院加起来的话 你把他人数来比 中国的这些人大代表跟政协代表 远远超过美国人的收入 所以这个平负不均多严重 这很讽刺共产国家 对不对 你搞了这么多年富起来了 只有你共产党高层富起来了 好 其实这几个数字 其实我相信在中国还会继续发酵了 因为原来这个中国梦都是吹出来的 可是这个数字 其实我们只是看数字 一般的中国人是在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到 你会不会看到 有这个超过八成以上的人 是过在每月收入一千人民币以下的 当然有嘛 农乡地区太多了 对不对 对 他只把城市的这些人当人口 其他人都不当人口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数字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原因 但是城市也是至限制 少数人有钱 其他的人很多就是乡下来的打工的 服务于这些有钱人 对对 他住的地方那都是非常差的 低端人口 北京还要把他驱逐出境 驱逐低端人口 对对对 好 那最近有一个这个 美国的退休的外交官司徒文 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这样子一个说法 他说中国更加富裕 其实富裕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但并没有真正改变 对 所以其实 现在其实国际都在公然在对中共 这个发出呼吁 像英国的外相 就呼吁说 你还有时间撤回你的香港的国安法 对 好 可是我觉得 你判断有可能吗 他会撤回吗 不可能了 这个东西共产主义的国家 其实到最后都是大概最后都 大概都变成一穷二白了 那你看北韩就是这样的结果嘛 你看古巴也是这样的情况嘛 那越南现在已经改变了 还能走资本主义路线 所以趁下来的苏联也瓦解了 那瓦解的原因也是穷啊 所以你去跟美国做这个武器的竞赛 那你美国投多少钱 你也要投多少钱 最后你就垮掉了 搞垮掉 所以都是穷啊 穷的原因很简单嘛 就是他违反了人性嘛 你违反了人性 那资本主义是顺着人性 你贪嘛对不对 你只为你自己嘛 那你为你自己努力 努力了之后 你就所得就高嘛 共产主义是不是你不要嘛 你割取所需 割尽所能嘛 但是人性是贪的 就不会割尽所能嘛 只是只会割取所需嘛 而且还取得更多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制度的竞争下 已经证明共产主义 是迟早不会讨的 那可是中国其实是一个例外了 因为出了一个邓小平 刚好毛泽东死后 邓小平出来之后 那么邓小平他成长的环境 他留学的环境 他各方面的事业 大概都比毛泽东更广了 所以他就采取了资本主义的路线 只是不说而已 说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 其实走的就是资本主义嘛 招商引直 就是鼓励别人来投资嘛 对不对 那你投资 你赚的钱多 你就有钱嘛 就是这个资本主义 其实就火了 可是没想到 出来一个习近平 这个习近平 这一个习近平时代 就是当初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是小学生 才13岁 这个小学生 所以这十年的时候 那么这一批人 你说他爱国 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现在却是中国的掌权者 那么刚好把这个邓小平所建设 四十年的建设 他一定会全部摧毁掉 走回到原来的延安老路 跟毛泽东一样的 所以今天因为是六四 三十一周年 我们不能够一望六四 那每一年其实 就是一个缅怀的活动 但是过去三十年 我觉得看不到 中国改变的可能性 但是最近越来越有一个 怀抱的一个期望 就是说 会不会全世界的觉醒 然后促成中国的改变呢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